老婆婆 芸汐大人 您是大巫柱的集成人 身上担负着女娲娘娘交给我族人的使命 请您不要做出和身份不符的事情来 什么是与身份不符的事情 这个老巫婆 芸汐大人 您果然在第一天就来了 芸汐大人不愧是修宁大人的孩子 心系我族 又来了 我的名字不是不 能不能不叫修宁大人的孩子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有一天我和清门主婉的同学毛丽兰到游乐园玩的时候 芸汐大人既来了按照族中惯例 既成大巫柱血脉之人 须得在诞生后第八年族中祭祀尚未开启的前三天中 于某天落日前通过冰年洞 将祈福用的草扎放在女娲神像的右肩之上 祈祷我族万事平安 哎 知道了 每个人都说一遍 好烦哪 一脸碎样 祈祷什么的根本不用 我看咱们很平安的 反正从一生下来就会哇哇哭到 哇哇哭到头发眉毛全白了 大家都呆在这个村子里 芸汐大人千万不可能要想哦 我族受女娲大神保佑 村外不有结界 村人可出 外人却不可敬 千百年来 无论外界如何变换 族人都不必受战乱之苦 只是 只是每年正月初一 朔日朔月节气会消失十二时辰 一定要在这之前誠心誠意 祈祷数天望 族中一切平安无事 绝不可轻乎此事 而节气会消失一世 在村中除 巫尾巫柱大巫柱 以及其进入人之外 不可透露其他人 令他人知晓 若不小心谨慎 就会成为货端 族中千百年来 苦心经营或许将毁于一旦 一旦踏错一步 我族将永无颜面 对女妈大神 对吧 一脸四样 我这些娘都跟我说好多遍了 让我倒着背都行啊 正是如此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 都不能出村 村 村 村子呢 芸汐大人 我族也并非完全封闭自首啊 村中 两三猎户 每逢秋下 下秋便会出去打猎 搜集大伙儿 越冬用的皮毛 隔上几年 也会有选派之人去外界市镇 买作物种子 交换布匹 学习新的手艺 要不然这些事情 只需经得大巫同意便可 为了让族人过得更好 历代大巫柱 也是从从来不会加以阻拦的呀 那还不是一样啊 好 我们快把这巨型跳过啊 这太磨叽了 哦 太磨叽了 太磨叽了 嗯 镇守一物 降生人士的职责就是如此 不该心存享乐念头 有没有见过什么女娲 干嘛要听她呢 这种无理的话 大人绝对不可再说 女娲是一位宽厚仁爱的神体 假如没有她的守护 我祖祖先 早已死于太古战乱之中 受人恩惠 定要有所报答 作为子孙后辈 不可不遵循祖训 如今年纪尚小 心中难免有许多疑惑 但不用过于心急 两三年内 修宁大人 必将足中事物与隐秘 一一向您说明 嘿 这屠苏这眼睛啊 这能不能跳过呀 我靠 她磨叽的全是废话呀 咱们直接高潮吧好不好 吃喝安眠药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好在大人年幼之时 曾与修宁大人进过水帘洞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是 冰岩洞 那个洞是个什么东西 快点进洞 快进洞 这一看就是废话好吧 要不是废话的话 我还能有点兴趣 啊 我要咳 我录了她 好了 我进去了 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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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努力地跳过 我们今晚搞鸡吧好不好 不要嘛 被人看到就不好了 不会有人看到的 我们就下那个洞口好不好 嗯 好吧 今天晚上十点的时候 我们洞口见 我们村口那个大寿直下见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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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其实我觉得《仙剑奇亚传1》都比这个好玩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剧情就那种跌宕起伏的感觉才行 这他妈剧情就是磨叽那就没意思了 太磨叽 《仙剑奇亚传1》是会 那当然好玩的 上来多有趣啊 李逍遥是吧 上来搞得这么沉重干嘛呀 我能不能有那种快捷键直接点呢 有那种快捷键直接就能A它 有没有 我拿手柄能玩吧 这游戏 谁能告诉我这游戏手柄能不能玩 我拿手柄录得了 等会啊 大家稍等哦 我把手柄拿出来试一下 不好使啊 手柄 是用360手柄还是普通的呀 是用360手柄还是普通的呀 你把他妈骗我 算了 算了 可恶 怪物就只会欺负我 我去试一下啊 战斗快捷键 战斗快捷键 哪里有战斗快捷键呢 技能任务 技能任务 没有啊 你们说的那什么战斗快捷键 有战斗快捷键 预设 技能预设啊 等会啊 技能 预设 然后呢 那不是啊 我是要那什么啊 我是要前后左右 跑的时候用手柄啊 你跑的时候都不能用手柄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特技一击杀凶 好吧 不行了 算了 不动了 空格 完了 空格 没关系 我们玩一会儿啊 在这个幽深的洞穴内 会有什么东西呢 不动了 我来到了一株幽深的洞穴之中 我来到了一株幽深的洞穴之中